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把茅台鉴定二色品牌带向国外 今天让我眼前一亮 这个百肠进卖行 他做的生意是跟海外抖音联系到一块 人家是属于教育的另一个另类项目 具体说来我觉得这个老板还是比较有眼光的 当大家全部扎堆做百货的时候 人家把目光放在这个教大家知识的一个层面 在当下这个精神世界 很多人是想追求美 追求更好的层次 但是又介于不懂知识 不懂很多行业的一些道德 所以说就衍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行业 大家去评念这些产品 比如说二色产品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眼前一亮 因为这个很多是会有升值的空间的 不限于非要去买一手的 你车买完之后可能直接贬值30% 可能很少人能接触到 但在这个互联网社会 大家这个比较冷门的行业就被抬出台面 很多人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学习 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品牌去做这个国外抖音 去教老外去识别 茅台酒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老板的创意还是比较好的 做不寻常的路 所以说大家做这个海外抖音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你的方向 做你擅长的 把你擅长的就是扩大化 没有什么国内外之分 流量来自于全世界 只要你的品能跟这个东西结合到一块 有好的商业模式 这个事就是可以做的 学无止境 大家也可以根据我这个思路去想一想 如果大家在去做你的品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别出心裁的一些想法 大家都在买茅台酒的时候 人家在做茅台酒的品鉴 我觉得服务在这个社会是一定要值得尊重的 大家的时间都是时间 大家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学习去沉淀 你想快速融入到这个行业 你就必须要有沉淀 这个沉淀来源于互联网 一些专业人才给你的一些指导 通过这些方案 你可以另出披静 去找更适合你的自己 而不是说让你招几十个人 或者十几个人的团队 一个月用成本那么高的情况下 自己再摸索 那个代价是比较大的 做TK也就是这样 你越想钻进越紧 走得越累 如果说你没有特别多的想法的时候 一定要多接触 多理解 世界不缺精彩 到处都是美好 有些人说国内难做 有些人说国外难做 到底难不难做 把你擅长的东西就像人家一样 把品鉴 二色品牌 这个东西融入到这个行业里边 这就是融入到任何一个流量端口 这就是可以发光发亮的地方 如果说你仅仅想把这个事情 想快速去得到结果 去补缺哪些短板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我从来不觉得TK上面很难做 而是在TK上面 你适合做什么 怎么把这个东西灵活变化去做 这是非常关键的地方 这个希望大家去注意了 谢谢大家